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歡迎收看沖先生的頻道 我相信牆、網絡長城、牆內、牆外等字眼 有留意我頻道的人應該不會陌生 關於牆的影片我都做過不少 例如防火牆到底有沒有剝削中國人的知情權 也和很多立場不同的朋友討論過 有朋友覺得內地的牆已經植入民心 甚至有外國華人覺得全中國人都不知道六四事件 就是因為有牆的關係 相關不少和其他人的討論 都可以在衝出來談的播放列表中找回 有時間可以去看看 反正這道牆在反共人士的心目中可謂十惡不赦 但是我看到奇怪的現象是 這幅牆,牆內的人不太介意 但是牆外的人比牆內的人更加想拆了它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的嘉賓大家對他應該不會陌生 就是之前打電話來反駁馬來西亞反共華人 片名為中共洗地加大外宣上下集的那位詩詩 他會以一個內地人的身份和角度告訴你 為什麼他支持國家建牆這幅牆的作用 最後還會和大家分享外國原來都有一幅看不見的牆 今集環化的內容主要包括 介紹內地牆的種類和對牆的理解 內地建牆的因誘、導火線和歷史 香港2019年事件反映牆的重要性等等 事先聲明一下,嘉賓的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之餘 跟你意見不一樣的話都歡迎留言表達 但請你注意言辭,面積不雅 今晚開始之前提提你 記得按右下角紅色的仔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選全部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更新了 關於我的紀念品網店 可以去回我的網站 沖Stock Call 了解 而影片簡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聯絡我或者支持我 不妨礙大家太久了 去片 喂,Hello沖先生 你好,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 OK,OK,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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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不久沒見 我經常看你的片 基本上你的片 看片又追,直播又追 是的,Cenci 之前打過來了 就回應Eric 是呀,Hello大家好 今晚又打上來了 有些什麼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你的內容很好 大家都站不絕口 今次我們就來第二章 看看有些什麼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呀,其實今次打上來 其實都是有看到 之前沖繩出片 有些留言的話 其實發覺大家都去講起一些不同陣型的朋友 可以這樣說 只要討論開關於言論自由 關於我們大陸那方面的話 其實有的話題就擾不開的 其實就是關於長這個問題 因為長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 或多或少會了解了一點點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作為一個場內的人 怎樣看場 是 請說 有點像進擊的巨人 是 因為我首先去講一講我過往的經歷 因為之前也有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在於我來說 如果互聯網這個用戶的身份 其實我可以說是國內第一批互聯網的使用者 因為從2000年左右 因為98年開始 我們應該是大陸開始有互聯網 然後2000年左右 其實我已經開始是上網了 在那段時間來說 到時候應該相當於比較早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去用一些聊天室 微博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微博 那時候所謂的 不是呀 年齡年齡沒有 很早呀 真的 你應該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OICQ那些 ICQ有 OICQ就沒有 是的 ICQ 和 OICQ OICQ 都相當於是我們國內的一個老翻軟件 可以這樣說 其實就是抄ICQ的 那段時間的話 其實就開始用了 因為其實在那段時間的話 一直到現在 網鈴也有差不多 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 可以叫做 其實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牆 在你們的角度當中 其實覺得牆是怎樣的呢 或者在沖繩你眼中的話 你覺得牆其實是怎樣的東西來的呢 我覺得牆是阻隔了一些資訊的 譬如你要去Google 基本上在內地就用不到 有時候 譬如有些外國人來到中國 其中一樣東西不習慣的就是 他們看開一些外國新聞 可能看不到 他們用Google去搜尋的東西 也都用不到 Google是其中一樣 以我所知 還有一些媒體 譬如一些BBC 我記得在內地是上不到的 還有Facebook Whatsapp 尤其是貴在Facebook旗下 Whatsapp IG 大家比較常用的 YouTube 也都用不到 但有些也用到的 譬如你在內地要用蘋果的服務 因為蘋果也是外國的 譬如你要駕Tesla 駕特斯拉 那你的車是動的 它連到上伺服器 都會有這些情況 沒錯 其實對於牆這件事 以我角度看 我都可以見著 我們國內互聯網發展的一個歷程 因為其實所謂的牆有兩方面 因為在我的國家來說 應該這個叫做網絡審查制度 中合來說應該是這樣叫的 其實一開始 據我所有印象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深刻印象呢 就是當時我玩的一些網絡遊戲 很早期 有一個叫金融群合轉的 可能有些有很多版本 很早期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那時TVB都有賣廣告的 那時去開ID的時候的話 其實它有用戶協議 當中的話其實就已經開始提及了 我們國家是有網絡審查制度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細心去看過 那些通常都踢了 我同意的 是 踢了就走的嘛 通常都是 是啊 沒錯 我真的比較小的時候都會看這些 那其實雖然有這個制度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認同虛設的 因為我們國家對於互聯網這件事來說 其實都可以叫做比較後知後覺 可以這麼說 是不是 那段時間來講 其實我們國內沒有多少 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它雖然是有這個審查制度 但是其實都是一些假大空的東西來的 其實沒有什麼怎樣實際上去做或者去禁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在國內的網站 其實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或者叫群魔聯帽 在國內其實什麼都可以上的 包括好像現在我用這個Google ID 其實都是那時候註冊下來的 那也都包括有些網上的內容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審核的 什麼你都可以看 什麼色情 暴力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在 那後來就是因為一些政治原因 那真真正正的才開始重視這個審查制度 那就是部署了一個叫做風火長城 或者叫做DFW 就是這個大家所說的防火長 或者叫做簡稱為長這件事 那但是其實走到現在呢 路路續續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其實除了這個防火長之外呢 在我們國家內其實還有一個是規則上的審查制度 其實它都正在走的 那有些反察的頻道 它會稱之為遠牆 或者叫做一道看不到的牆 其實這個就是上次我們去聊天的時候 有說過不是有些網絡審查員的 是的 你記不記得 記得記得 穿了草那些 是啊 沒錯 把持著國家機密那些 是啊 沒錯 其實它正在做的那些崗位 就是所謂的這個網絡審查制度的一環 為什麼呢 這個網絡審查制度 其實是要求我們互聯網上面的所有流量 那麼多家公司 互聯網公司 包括網站 包括現在移動互聯網的APP都好 你是需要自查 自我監測 那甚至也是需要接受政府干預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違法的情況之下 你是需要去關閉的 所以在我們國內的話 有些職位叫做鑑王絲 就是看一些直播的那些小姐姐 有沒有那些 下邊拆到過籠那些 那樣要阻止它 是的 其實除了直接阻隔了 上不到你剛剛所說的一些網站 或者是有些服務之外的話 其實還會有這個所謂的遠牆 其實是有這兩部份去組成的 是 但是很大部份人可能就不清晰了 因為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那你用這些牆去封閉這些信息 是不是 那目的可能說 為了什麼洗腦啊 什麼愚化民眾啊等等 不讓外邊的聲音進來啊 其實很多這些呼聲出來的嘛 所以說一說到言論自由的話 其實是繞不開這個點的 但是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真真正正 由初時百花齊放 群魔亂舞 演變到它現在 就是相對有場這件事的話呢 其實是有一條道火索 相信大家可能真的比較少留意 或者真的不知道的 是 那時間節點在哪裡呢 就是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的 我猜基礎是不是跟新疆有關 新疆應該是2009年 OK OK 請說 2008年 你講的那件應該是 說75事件 是啊 是不是說斬人 然後他們不交那些人出來 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後面了 等你一會兒講一下 請說2008年 其實2008年的話 現在不知道大家能否走到 因為在百度其實還有的 就是說2008年 2008年3月14日 是拉薩地區的打扎槍事件 關於西藏這方面的 噢 那為什麼關於這件事呢 就是那時2008年 因為我很記得的 那時我也有上了各大的論壇 包括那時其他Facebook也有上到的 是 剛剛進來 大概一個多兩個月左右吧 應該因為我也有Facebook ID 也是那時註冊下來的 那當時就是因為有些恐怖組織成員 其實直接就在Facebook上面去策劃 去協調這件事 那主要就是針對西藏地區 NASA這個314事件去發動恐怖襲擊 那其實當時的話 阿爺是要求Facebook去交出這些事件的訊息 數據等等去接受審查 那但是當時Facebook的反饋 就是說尊重或者保護用戶隱私做一個理由拒絕了 那麼同時的話其實Google也是 因為當時阿爺去發這個要求的話 其實都不是單純向Facebook一間 因為陸陸陸陸陸都去查得到是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大家都是用同樣的理由去拒絕了 那所以其實阿爺才是不給這些不願意配合的外國公司 在我們中國去發展業務 那麼所以來說其實那個導火數反而在這裡 那麼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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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就有了 包括你說的2009年新疆事件 新疆打打牆這裡 其實同樣都是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的 那麼之後下來的話 阿爺就要求這些公司是將他們的服務器 用戶的數據是會放回在中國境內 那麼然後你如果OK的 你才可以去運營 那麼所以的話就出現了你剛才說到的 就是蘋果的數據了 就是蘋果的數據,國內的數據附在一季 就是它遵守這件事 那麼其實它就可以繼續在這裡做生意 是的,但是你其他的 好像Facebook Facebook就是最典型的了 它進來開放了大概兩個月都未夠 我印象中的印象 因為沒有細緻去看 但是兩個月都未夠的話 它就直接封鎖了 然後包括Google各方面 Google就是有系列的 包括地圖、引擎、油箱等等 所以的話其實真正的導火數據 反而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當時在我們國內 其實很多人都不理解的 因為是很不方便的 在那一刻來說 就是你由相對比較開放 到真的去做管紅 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瞬間的一個轉變 其實反響都很大 而且當時來說的話 香港我們都很流行去論壇 去聊天 包括八道鐵巴 當時還有一個比較早期的天涯論壇等等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很討厭 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打字很不方便的 可能包含一些新疆 那些字眼 其實就會直接被人封出去 是無法發出口的 是會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現在十幾二十年都可以這樣說 過去其實反而最後看 其實這個制度下來了的話 說真的反而我覺得是理大於弊的 我會這樣去看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其實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中國大陸的發展 其實大家都有眼看有沒有共睹 其實那個速度是真的快的 是 在這個發展的前提之下的話 那這些生活過得越來越好 相對越來越高的前提之下的話 其實最基礎 真的離不開就是整個社會的繁榮穩定 嗯 如果沒有這個繁榮穩定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搞經濟 提升生活質量 這些根本就沒有可能會實現得到 是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下來的話 其實反過來 如果沒有這樣的審查制度的話 其實很多人是真正正的 會比較容易被人洗腦 例如其實剛剛講到的一些事件也好 其實很大程度上講 都是透過這些這樣的不良信息 去煽動民眾 煽動人民 促使到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去打砸槍 其實反過來看那段時間 香港也是啦 包括1919年也好 或者之前的漸中事件 其實反而我有時候看DVB新聞 都是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糟糕 如果我是在街上的那些店舖的那些老闆 哇 真是 怎麼算了 是 香港的租有鬼 是不是 就是你一天兩天 都說叫咬咬咬牙 可能都過了去 但是如果你長時間下來的話 糟糕 那些租給我教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的 這個是很直接影響人家生計的事 我覺得 所以反而反過來的話 就是如果社會不穩定 是真的有民眾 是會被人煽動去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一起所謂的經濟發展 都是後話 都是廢話來的 可以這樣說 對 加上這麼多年 好像無論Eric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 你顏外有做的那條片 那個 應該是去了英國的 那個朋友仔 就是打電話給你就說 哦 國安法那個 是的 去了英國的 反而反過來的話 糟糕 如果真的沒有一些 去幫大家去因別 信息真偽 或者去幫你換一換的平台 其實那個效果真的挺恐怖的 都挺壓軟的 可以這樣說 但是其實你剛才說的情況 我覺得他們是欺負中國大陸 譬如他們在自己的國家 在美國這樣算 Facebook 他們是會配合警方去做一些調查 哪怕是你看看Twitter 他說封特朗普就封特朗普 不會說我們要尊重特朗普的民主自由 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我們不封他 其實都是封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找來講的 當時說不給不給 說什麼個人私隱其實是浪費的 所以延伸下來的話 我就想跟大家去釐清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其實都清醒的 就是說所謂的國內有場 國外自由 國外無場 但國外是不是真的無呢 國外其實同樣都有場 場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控制輿論 或者控制信息這件事 在統治階層的眼中 或者在他們手中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統治工具 可以這樣說一下 是利用這件事的話 你可以去掌握得到 但是你利用這件事 你利用這個控制信息的工具 你的目的究竟是怎樣 這個就真的很老人尋備了 就是真的好看這個統治階層 他的目的究竟在哪裡 他是真的為了去穩定大家的情緒 去過濾一些比較模糊的信息 或者不明確的信息 是讓大家冷靜下來先 然後調查完再公佈真相 定義說是真的有些秘密 是真的不想讓人知道 因為其實好像在外國的話 拿回一件事件去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當下的新聞 未必是最完整的 但是拿了一些過去的 是真的比較完整的時間線的新聞出來的話 其實反而我覺得還會看得清楚一點 我舉個例子 好像譬如說就是 好了 上集的內容 去到這裡就完了 下集回來 我們繼續精彩的內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聽原汁完美版本的網友 可以去翻衝出來播放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4年4月9日的直播看 對於節目內容 有不同見解的網友 歡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記住 做過文明的網友 注意延遲 想在直播節目 又或者通過錄音 在這個平台跟大家分享資訊的話 不妨通過畫面的聯絡方式去聯絡我 今天要說就是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加入會員 每個月一杯咖啡的價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 現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還多了一個Thanks的按鈕 給大家支持這條影片的製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